学校里有一女孩学习成绩非常的差 学生随时她发现自己的课桌上有一张纸条 打开纸条只见纸条上面写着 当你看到这张纸条 想来学校做仓库一趟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女孩知道那个仓库 开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嘱过不要去那个仓库 只可惜女孩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的人 她隐藏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去一趟究竟 若不是当日有老师顶着 她怕不是早就进去了 这一次纸条再次出现 更加激起了女孩的好奇心 她瞒着老师逃了课 素不知当日逃课不只有女孩一人 教室里的大半部分人都逃了课 当日晚上老师越想越气 便打电话通知了家长 但不知女孩的家长却提琛打给了老师 老师刚嗓开口 想通知女孩在学校里的情况 谁知家长三板不过来问老师 谁知家长三板不过来问老师 为什么她孩子回来的时候满身伤痕 这时候搞得老师也有一点懵了 她先向家长表示孩子今天在校的情况 然后又劝家长跟孩子聊两句 可谁知家长又说孩子不肯发言 还附加了一句学校里是否有人欺负她 老师回想了一下便说好像没有吧 后来家长挂到电话看女孩什么也不说 就给她上了药什么事也没过问了 可是 从那天晚上以后 女孩的心情成绩猛烧 让瘦得像挂了一个人一样 为那些刺激的事也不太感兴趣了 女孩的改变让家长和老师都不敢相信 但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高中毕业后 女孩考上了一所名号大学 大二的时候 女孩通过了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学校的优秀人物 但是让人们好奇的是 女孩上高中的那天晚上 到底都干了什么 为了这件事 有好多人都问了女孩 但是女孩博士笑了笑便不说话了 到后来人们才得知真相 高中那晚 女孩已经修仓库 门就锁住了 门内一片漆黑 门外的同学洗洗 女孩正在翻译过来 原来是被同学给耍了 女孩向外面的同学呼喊 快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但是外面的同学 装作没听见一样 不久外面的笑声消失了 门里门外都没有声音 显得空荡荡的 女孩想拼命转门逃出去 因为门锁太牢了 女孩根本就转不开 上面的填丝划上了女孩 女孩躲到了一个角落里 蹲了一个半小时 这时候门外传上了一些声音 女孩拼命地拍打着门 外面的人好像注意到女孩了 不一会儿门就打开了 只在外面站着一个老爷爷 那是一个脏脏的老爷爷 她的右手拿着塑料袋 塑料袋里装着几个不要的瓶子 老爷爷站在那里哈哈大笑 那时候女孩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 老爷爷找遍全身上下 找到了一个馒头 硬塞了在女孩的手里 女孩拿到馒头之后 老爷爷便哈哈傻笑了几声 后来踏着小孩的步伐走远了 女孩忘了忘了老爷爷爷离去的身影 女孩有好的话都没说出来 但将来说不出来 她就别说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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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